每個過程每個時間點一定都有不同的困難或幹苦 像說我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比較偏激的慈膚 或者清清澀澀的 那你覺得那辛苦那就是辛苦 可是如果你覺得每天都有學習到東西 你覺得那就是你的就很豐富自己的話 我覺得看怎麼去仰化它嘛 我覺得絕對不要每個人是因為工作而工作 你一定要是對自己像對做菜也要熱忱 你才能做出有熱情有溫度的食物 每個時間節點自己想得到什麼東西就努力去把它拿到 對未來有幫助 但是有機會就去 不要想太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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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